就是會一起去健身房運動 一個禮拜就是兩三次這樣子 好 今天有點熱鬧 怎麼辦啦 等他走啊 我也是期望我就是後面會願意開始運動 我想可以從那個開始 緩和的 緩和的開始 對對對 但你現在比較好了 所以未來或許看狀況對不對 還是要看狀況對不對 但其實你不想對不對 即便你身體舒服你也不想對不對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他是萬歲 你要正名 我們正名 好好 上次跟大家分享完那個孕婦的迷思之後 其實我還是有一些 我自己的小補充一定要講 我有一些事情是我以前會做 我現在就是 自己抉擇不去做了 或者是換一種形式去做 因為我覺得其實孕婦本身會有 莫名其妙的喜好 那一片裡面其實我們也有講到 我們好像被外星人綁架一樣 好 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五點 以前可能自由做 但現在沒有辦法 那麼自由做的活動 第一點 說來慚愧 健身 健身這件事有分很多階段 因為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都各自很愛 運動跟健身 對 後來因為交往 甜蜜的生活 讓我們忘記健身的美好滋味 突然間就沒有健身了 我其實覺得 你要養成這個活動 你需要有很多的準備 是像例如說 你要有合適的運動場 你要有合適的schedule 你要養成這個習慣 我們好不容易在出國前 養成這個習慣 翻久了 就是會一起去健身房運動 一個禮拜就是兩三次這樣子 好 今天有點熱鬧 怎麼辦啊 等他走啊 後來去到美國之後 回來之後我把 預想的是 孕婦是可以健身的喔 但是你自己的狀況不允許 懷孕三個月前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就是各種孕吐啊 嗜睡啊 然後什麼事情都提不起進 他回想有一些滿鬧人的 你會有點微微的頭痛 就是一點點不舒服 可是他卻伴隨著你整天 你就真的會什麼都不想做 所以我才會一直睡覺 但你現在比較好了 所以未來或許看狀況對不對 還是要看狀況對不對 但是你不想對不對 即便你身體舒服了你也不想對不對 現在我懷孕四個月 四個月其實肚子開始迅速的長大當中 我一直在感受那個 每天每天肚子變大的感覺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身體多了一個大器官 然後你要運動 他跟你一起震動的那個感覺 沒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看你 你如果覺得不舒服 或是沒有那麼想要 我覺得無所謂沒關係 我們可以等你生完在一起 但是孕婦是可以的 我也是期望我 就是後面會願意開始運動 我想可以從那個開始 緩和的 緩和的開始 對對對 好第二點是 其實按摩就是一個很紓壓的活動 去泰國的時候 僅僅是 我們住的樓下就是直接按摩 然後那麼便宜 根本就想要整天都泡在那裡 每天就是一定要至少泡個兩個小時 在那才舒服這樣子 反正回台灣之後 當然有時候會按摩 可是懷孕之後 我會自己選擇 毒藥按摩 我又上網查 零到三個月其實都不建議按 就是至少要 滿三個月之後 然後要找孕婦專門按摩的 可以按摩 我覺得他們那個 很常說零到三個月不要做 我其實就是因為 零到三個月都是寶寶從零到有的階段 對 所以零到三個月他們會不建議 但是現在我已經也四個月了 我還是沒有想要進行這個活動 紓壓這些事情 我們還是有做其他的 例如說像泡澡 對啦 就是泡澡 但你就是懷孕喜好有改變 對 就是 什麼改變 就是按摩這件事情 或是放鬆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心理狀態 你就是會擔心 它會不會按到你一個 哪裡讓你不舒服 不喜歡 可是如果你資深一人的時候 你就是按身體那種 我要表達是說 我其實沒有感覺到它的時候 它按我我還可能會比較願意 但是它那麼大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按一下好像就按到它 就是你現在還不習慣它會擠壓到你哪裡 你也還在適應這件事情 適應肚子跟你的身體的融合 感覺有點多一塊 然後還在融合的那個階段 所以你就完全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你想要非常緩和 泡澡我一個人在那裡就好 對 你很懂我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運氣是 每個月狀態不一樣 就像你說的 四個月雖然舒服了 但是面臨不同的狀態 對對對 或許之後你運氣比較後面 都會這樣嘗試也不一定 但至少目前不行 對 現在就紓壓 就改用別的方式紓壓一下這樣子 第三點 E-mail 因為我的懷孕是有計畫的 如果我認為懷孕不能做的事情 我就盡量在懷孕之前把它做掉 那就是E-mail我那時候去打電波 我第一次打電波的時候 他就表上面就說 你有沒有懷孕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懷孕 對 那時候是兩三年前 什麼兩三年前 這年前 四年前 我沒有懷孕 然後那時候可能我們的計畫也沒有這麼明朗 所以我沒有問 我並沒有問說 喔懷孕就不能打嗎 或者什麼的 可是我這個印象一直很深刻 所以我有上網查了一下 一樣就是對於醫美孕婦的建議上 他們是說 侵入式的 孕婦不建議 然後那種痛感比較強烈的孕婦不建議 反正這個就是很常醫美會做 就是做這些項目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在懷孕之前就先做 之後再就是等生產完之後再做 好我那時候也很擔心就是 生產完會不會狀態就變很糟糕 或什麼 所以我特地就是在 保留在之後 因為懷孕很多人說肌膚會改變啊 什麼都會改變啊 然後就覺得不知道懷孕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是 做了很多瘋狂的事情 所以啊 其實現在進入懷孕階段了 不會想要碰 的原因其實因為我不想增加任何風險 不管是我自己緊張啊 或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才會先做 那現在其實就是單純 如果我保養的話就是 以差的東西為主這樣 對 所以保養品選擇上就很重要 就是希望可以維持好浮礦 這次收到 達特美美博士的邀請 達特美美博士是由一群博士研發的品牌 那他們的產品有效性專業度 都是獲得國際認證的 獨家專業成分 自由分 是從300多株植物萃取出來 對肌膚最有效的成分 實驗證明它不只是可以 減換肌膚的老化 重點是它沒有人工的添加物 就是純質萃的成分 那我覺得現在對我們來說 尤其懷孕啦 成分的考量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我們要來實測就是 達特美美博士的 無水超濃精華系列 那它這個就是我剛講的 除了他們全系列產品都有自由分之外 這一個系列最大的特點就是 沒有含一滴水 全部都是精華成分 都會被吸食 這系列產品總共有四支 最著名的當然就是這個 也是我們這次會實測的 其中一樣產品 另外我們還會再實測的是這一瓶 AIO美白精華 主要我們這次會實測兩個產品 當然另外有兩個產品 如果說各位可以 針對自己的膚質選用的話 分別是 MA仙人酸精華 那這個就是針對 粉刺 毛孔 顆粒粗大的這種問題 使用的產品 AC 符文精華 那這個符文精華就是含有 0.4%的 紫化型A唇 跟一般外面的水溶性A唇 差異就是這種 紫容性A唇 可以更快的達到肌膚低層 突度懷孕的關係 那孕婦其實是 非常不建議使用A唇的產品 然後懷孕期間 荷爾蒙的波動也比較大 那如果說皮膚因此有什麼狀況的話 其實就要用 孕婦可以使用的 比如說杏仁酸啊 或是其他酸類去代替 去代謝如果有痘痘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B3淨豆精華 跟AIO美白精華 那這些就是孕婦可以安心使用 當然如果說 其他媽媽對於酸類 會有疑慮的話 還是要建議和自己的醫生確認過 會是最好的狀態 那我們就接下來實測給大家看 紮車妹無水精華 全系列產品是這四支 那我們會實測的是這兩支 B3淨豆精華 AIO美白精華 來實測 B3淨豆精華是針對 痘痘出油 它的質地跟一般的精華不太一樣 它擦起來比較像精油的感覺 因為DOTAMATE的產品都有 獨家的無水配方 可以看到它的質地延展性很不錯 那如果是有些冒痘很誇張 或者是像孕婦啊 這一類不能吃A酸 或者是你不敢亂擦藥 就可以使用這一瓶沒有類固醇 孕婦也可以使用了B3淨豆精華 來解決痘痘還有減緩出油的問題 像這種偶爾才冒痘痘類型的 哇 擦個兩三天 痘痘就會消掉了 AIO美白精華是針對 痘印暗沉還有斑點問題 它的質地跟B3淨豆精華一樣 輕盈不油膩 它的使用方式呢 是在B3淨豆精華使用之後 再疊擦上去 針對長完痘痘之後 有痘印的地方 加強淡化 整張臉塗抹 使用一陣子最大的感受 是肌膚變得透亮 肌膚透亮看起來精神就會比較好 MA線酸精華是針對粉刺顆粒 還有毛孔出大問題的產品 那如果說覺得肌膚有顆粒感 使用線酸精華一陣子就會覺得 皮膚比較平衡 上妝也會比較服貼 不會有小顆粒喔 A41符文精華 含有0.4%的直化型A唇 比起一般使用性A唇 更能滲透到肌底 來 我們現在來請小郎幫我們測試一下 B3淨豆精華 我們現在小郎已經卸妝完成了 來看一下他現在素顏的狀態如何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質地在我臉上的樣子 好 趕快趕快 精華就是要把它抹掉 第一瓶先擦這個 B3淨豆精華 再來是AIO美白精華 針對痘印斑點 我好像看到這邊好像比較有點點對不對 痘印斑 我就針對他來擦好了 A1的樣子給大家看 他的味道其實蠻舒服的 就真的是質 我一定要說他的味道真的很讚 其實他雖然沒有水配方 但其實不會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好的 這是小郎第一天的紀錄 隔多 旁邊有一個小豆粑 這邊 我們來看看後面幾天的使用 能不能把它淡化跟平化一些 來 這是我們D3的紀錄 來看一下我們的小豆粑 小豆粑 豆粑 豆粑 來第三天使用 豆粑 在這裡 蛤 我剛才說有 一定要特別的紀錄下來 這裡有沒有擦到 有有有有 今天是第七天 做的臉看起來比較頭涼 洗膚看起來狀態如何 這氣色蠻好頭涼 看一下這個豆粑 應該比較淡了吧 嗯 雖然懷孕 但是還是會很像之前月經感的時候 會突然間可能一陣子突然來個毛痘 看我這裡你看 還把那個痘痘貼補起來 我這邊就有擦這個B3精豆精華 所以它會很快就會能夠撫平下來 所以等一下我把它拆下來 基本上就是發炎就不會這麼嚴重了 來第四點 大家很常會覺得我們家室分配不均 我在這邊鄭重跟大家說 確實不均 但是每一樣家室我都會負責一些 不太重要的事情 要不要在旁邊陪伴 然後我就撿一些看起來 絕對不會出差錯的小事情 喔對因為它很怕幫忙變成幫到忙 會讓它變做兩倍功 它是絕對禁止的 去賣場啊或者幹嘛 回來的時候其實我都會幫忙搬一點東西 有些就是很handy的一些手拿一點點而已 就是已經沒手了 我就只能知道幫忙拿 我其實還是可以扛一些東西的喔 比如說他們的飼料我就一次會買到免運嘛 免運就會比較重 這時候我們就會 一人拿一包輪流 這樣搬過去就很快 我會搬東西喔 但懷孕之後呢 尤其他現在的狀態 就我所知 他只要一個角度不對 就是稍微彎一下腰 就會腰痛就這樣 這樣扶著起來 可是他才四個月 肚子其實不大 可是你會知道 他其實也不是裝彎個腰摸貓 然後他就會 敷術一下 我表情會這樣嗎 對會扭曲 你會 可是這個都已經沒有負重的狀態 所以就是現在我其實不太會讓他處理 飼料的東西 我就會說好 你顧好這些小毛孩們 不要來阻礙我的道路 不要讓他在我動線上 排開來就好了 剩下我來搬這樣 就是想分享一下那個腰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我現在肚子真的很小 大家都說看不出來 他其實不是只是往外長 他也會往裡面長 你的五臟六腹其實會被感涉到 然後你的一些神經什麼的 會被干預到 某一個角度的時候 就是會 可惡一下那感覺 所以就像你說的 只要你自由活動有一些角度 就會一直卡到一下 電到一下那樣 那感覺是非常不舒服 謝謝小郎 願意為我們整個家付出 沒問題的 第五一點是就是 第五一點 第五一點就是 大家接受不可 連醫生都說不可的 絕對靜止 對我自己也不會這麼做的 就是喝酒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容易喝到酒啦 某一些時機 例如說小劇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在家晚上 可能看個電影或什麼的時候 我還記得你以前就會 突然跟我說 喔這間氣氛好 所以喝酒 然後就拿出威士忌 然後現在就是不行 然後出去點餐的時候 就是要特別注意說 喔這個餐有沒有加酒 我覺得食物先撇除 我覺得比較常是你聚會 然後甚至有人說 喔這間酒吧的酒很好喝 你都不能喝 另外一種就是你在家裡 會突然想要自己挑酒 我還記得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還有還有之前我們趕快來喝酒 辦了一個聚會 歡迎你準備懷孕前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喝酒 我覺得蠻可愛的坦白說 對啊 對但你現在就不行了 而且如果我現在知道有人 例如說 after party是要去酒吧或什麼的 我就直接說不用了謝謝 我直接不去 唱歌的 我也說不用了謝謝 因為有一些場合 你就是喝酒主性的 你又不能喝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不要有任何遺憾 就是那個感覺 好啦 以上五點就是有我分享的 如果有任何孕婦 就是曾經有哪一些類似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分享好不好 對 留言告訴我 現在孕婦很吃這一套就是呼助會 但是我媽媽這樣想我不奇怪 大家都是這樣 她都給我看這種東西 對啊 再次感謝Data Man 美博士沒有人工添加的保養品 讓孕婦在整個孕期也可以變得 漂亮亮亮的可以安心做保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一下分享 想要說掰掰 萬歲說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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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很喜歡喝咖啡 我突然間就不喝了 喜歡做什麼視頻不喜歡 這些活動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鏡頭講寶貝 不要一直看我 開一個 快點